中美两大国还在什么呢 还在吵架吗 昨天在讲了 还在呛 互呛 你呛我 我呛你 你来我往 针锋相对 不过来看看布林肯 布林肯他谈南海议题的时候 他在呛谁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就是在讲中国 在讲China 可是他居然完全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我们在南海看到船之间危险遭遇 还有非法的海洋主张挑衅 美国对恐吓恨欺负其他国家 是无法合法获取海洋资源的行为 感到关切 结果你看来咯 他说当一个国家无视于规则 却不用面对任何后果 将在世界各地 助长类似的风气跟不稳定性 你就讲China不就得了吗 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在讲谁 可是他却用了A state 用了这样的字眼 为什么不直接点名呢 你在呛中 但是又不直接讲 难道是指老虎吗 赵欣 可能不是讲中国 可能讲台湾吧 就是我们常常挑衅嘛 所以有可能是在讲我们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是讲中国大陆 那这个 其实这个从我们来讲说印太战略 布林肯跟拜登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 不断地在这个 我们讲印太战略的周边 进行一些的访问 对不对 从印度不管是谁 从印度一直到东南亚新加坡一直到东亚 还有这个阿富汗等等之类的 印度等等之类的 其实就是在重新的重塑一个 我们讲说印太包围 只是说这个拜登 他们比较不是像这个川普 是这种可以说是突进式的冲锋式的 他们希望就好像是把你包在一个真空的这个链子里面 然后让你慢慢的窒息 所以这种慢的窒息的方式其实是更可怕的 因为他是希望创造一个系统 但是在创造这个系统的同时 因为这个我们讲说阿富汗的情势等等之类的 所以也早知这些盟国 对于美国到底能不能够坚守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还是只是希望大家来帮忙 但是没有办法给予相应的保护 有所怀疑 其实是蛮怀疑的 所以说今天在看到这个布林肯 用这样子比较强硬的语言 其实就是在 其实有时候是在安内部的 这种可能性的分裂的隐忧 说奇怪你都叫人家出来讲话 一下子叫法国的这个 法国的航母 法国的舰艇 然后经过这个东亚 台湾海下 一下子叫英国的这个航母也经过 你都叫我们做我们都照办了 你自己说话是不是太软了 那这样我们怎么要帮你挺 所以他是有一点点 因为最近其实一直包括很多的 美国内部的评论 这个Washington Journal 都说拜登你看久了之后 你一直呛吓 你一直呛吓 可是你看不出来 有什么真正的强硬 看起来好像拿不出招式来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 是有一点点内部要去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平息 内部的怀疑 可是问题是呢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底气 其实是很难讲的 这个中国大陆用的四个字 非常的精准 说你美国是域外国家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域外国家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外交 我们这个后面三位老 两位老师委员 都是这方面非常的专业的 都是我的老师 老师好老师好 所以呢这个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叫伸索国 伸索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有领土的要求 比如说菲律宾那可能伸索国 越南可能是伸索国 那中国大陆也当然是有伸索国 那我请问一下 美国是不是伸索国 你在南海你要伸索什么 没有 你只有自由航行权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我通过这边的时候 大家不要去挡住我的路 就仅此而已 那我请问一下 美国在经过这个 不管你是多么的剑拔弩张 不管你是用了多少军舰 不管中国大陆是在旁边 动用了几艘什么样的舰 来跟着你 他有没有挡住你的路 没有啊 他没有啊 而且他其实比俄罗斯好多 俄罗斯在人家的军舰 经过他的领土的时候 他是开炮下了他的 砰砰砰 让你以为你要攻击他 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弄你 也没有嘛 所以你说他在挑衅 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要说中国大陆挑衅 在这个角度上是牵强的 反而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 要办一个很大规模的军演 那其实在国际关系上 军事演习就是国际对话的语言 如果我们过去看过 金爆十三天的时候 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 就是看到古巴跟美国 两边的军舰 俄罗斯跟美国两边 军舰走来走去的时候 那这个那边的国防部长就讲了 这个已经不是只是地图 这个是两国对话的语言 所以你今天摆这个东西 那中国大陆当然为了要捍卫 自己的这个我们讲伸索 或者是周边领土的权利 他当然要出来说表示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讲说 布林肯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坦白讲 中国大陆的回应是有节有理 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美国反而是感觉 也不能说理亏 可是被打的可能 你也没办法反驳他什么 但是谁觉得他自己有理 是美国布林肯觉得他才有理 他还特别还强调说 所有国家都可以有责任 去捍卫和平 来解决争端 他讲的是真的有理吗 当然听在这个中国大陆 驻联合国的代表 戴兵的耳里 非常的不认同 他甚至怎么讲 美国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 说三道四 因为美国怎么做的呢 美国他们是域外国家 动辄把先进的战机开进南海 肆意挑衅公开在地区国家之间 挑拨离间 这是对南海稳定最大的威胁 所以谁在挑衅谁才是威胁 对中方来说当然是美国啊 戴老师 美国他这一次布林肯这样的一个讲话 他是故意的 他主要的是在挑拨东盟的国家 特别单独的是越南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 他又过去曾经玩过的那一套 那为什么说是玩过去曾经玩过那一套呢 因为在以前就是在欧巴马时代 也就是拜登的前一个老板 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拜登是副总统 那欧巴马不是有提出这个重返亚太 亚太再平衡吗 那个时候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 他本身就去跟越南 就在这个周边 就是我们的十一段线内 就在那边钻石油 钻石油 那过去也曾经有荷兰的 或者是法国的 他们跟越南有合作 那中国大陆有警告他们 就是说这个海域是我们的海域 你没有这个权利 那后来法商跟这个荷兰商 他们就不做了嘛 那就是美国美孚就跟越南在那个地方钻 在那地方钻的时候 后来就中国大陆就把自己 把这个钻一个平台就开过去了 然后就直接警告相关的国家 就是越南跟美国 说你再钻看看 然后船军舰也就过去了 后来越南就停住了 然后美孚就撤离 那美孚的那一个当时的CEO 后来就当了美国的国务卿 他就恨透这件事情 他恨透中国大陆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中油 也就是说台湾的中国石油 在1981年的时候 我们也在南海有钻石油 我们有跟大陆 也有跟这个法国合作 这个都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十一段线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1981年 已经跟大陆跟法国 在这个地方钻油 只是没钻到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在那地方 有在钻油 而美国没有抗议 美国没有意见 那其他国家没有意见 因为那是我们的十一段线 所以是台湾跟大陆跟法国 合作在那边钻 那后来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后来越南 跟美国在那边钻 那已经是2009年之后的事情 被阻止了 你看现在的布林肯 就做同样的事 他故意挑在安理会 谈海上安全 谈海上安全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 就是上个礼拜才发生 这个阿曼湾不是 7月29号 7月29号 在阿曼湾不是有一艘 这个日本籍的 也就是跟长毛有点像 是 船公司是日本人 然后船公司是在英国 然后船公司的老板是以色列人 这一艘船 在这个阿曼湾 这个地方的时候 被无人机攻击 那这次安理会讨论的是 海上安全的问题 那就应该要谈 目前来讲 这个打击海盗的问题 还有就是航行安全的问题 航行安全在今年以来 在阿曼湾这个地方 以色列的船 伊朗的船 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船 游轮都被攻击 那这个应该是最危险的一个海域 都是游轮 都是被攻击 那就应该要讨论这个 可是你看布林肯为什么不讲这个 为什么 那就是要挑拨 这个中国大陆跟东盟之间的关系 尤其要鼓动越南说 你看我给你挺 我在安理会已经帮你挺 你就在那边去钻石油 所以他才会那句话说 他合法的去使用这个经济海域 合法的使用他的经济资源 海上资源 其实讲的就是给越南撑腰 那接着贺锦丁就要过去了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看到 美国把重点就放在越南 那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他的工作就是希望挑动起 越南跟中国大陆的矛盾 因为他知道越南跟大陆有打过仗 所以他也很希望再能够挑起 越南跟大陆的矛盾 使东盟的关系跟大陆产生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美国还在玩这个 那中国大陆当然一看就知道 你在玩这个 因为这个是小儿科 小儿科所以马上就给你回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大陆对美国的做法还是一样 就是你来我就往 然后你应我也就应 然后没有空间 就是那这个仗我们昨天有谈嘛 还会一直打下去 还会继续 对不会停止 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外交场合上 连军事上面看起来也是相互的什么 较劲当中 在之前其实从8月3号起 一直持续到16号 美国要在这里南海巨星 40年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然后呢 有集结36艘军舰 50几个美军单位 共同参与演习 跨越一共17个时区 结果有因为美国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后来呢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 他们也宣告 在8月6号到10号 要在南海举行 10万平方公里的 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了 那么你看这里面 包括了有山东舰 还有055导弹驱逐舰 就是大连舰以及海南舰 当然在这个演习方面 我想先请教一下预方委员 你怎么来看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意图 大家一看都很明显嘛 就互相在比嘛 可是亮点是什么呢 亮点 亮点就是看起来 双方在南海的对峙 会持续下去 而且出动的舰艇 兵力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未来 因为对美国来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军事的动作 也是一个外交的动作 它就是在你南海演习 告诉中国大陆周遭的国家 说你们跟中国大陆 发生所谓的海上的 这样的一个争执 南海的这个主权的争执 我会挺你们 所以你们不用怕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效果怎么样 大概就越南的回应会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美国像国防部长 他们这个军舰 都进到这个越南去访问 那可是呢 其他的国家 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冷静的 比较观望 也比较冷漠的 你像菲律宾 菲律宾的总统就讲说 我们国产不愿意跟中国打仗 这打仗就必死了 所以这样讲 那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印尼这些反应都基本上 都算是比较冷漠冷淡 那新加坡 因为它不是南海的国家 可是它讲话有代表性 它基本上就认为说 你希望你们双方不要这样子 逼迫我们去做选择 你美国再对付中国大陆 不要做得太积极 最近李显龙就讲过话 所以看起来 就是说军事上的意义 会超过外交 因为外交的那种意义 其实大概经过这几年 美国在南海也不是只有精挑 过去几年都这样子 就侵舰不断的进出 可是周遭的国家的反应 是比较冷漠一点 当然中国大陆最近也比较 收敛一点 在南海方面的强势的作为 是比较降下来 当然中国大陆的讲法是 我主要是在那边建我这些岛屿 这人工岛屿 我已经建完了 我不会再建 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反和 然后它跟东南海这些国家 也有都在沟通这样子 这种情形 我认为未来是南海 台海的周遭 东海这一带 大概都会发生 这个就是一个全世界 最大的超级强权 围的超级强权 跟一个趋性的这样一个霸权 他们的势力就在东亚这一块 西太平洋这一块是重叠 所以中国大陆觉得 我如果在这里被你锁死的话 我永远都别想出去了 我的目标就第二岛链 你这样不仅第二岛链 不让我出去 你到了第一岛链的里面来了 那我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这样的一个斗争会越来越 军事上这样的动作会越来越明显 会越来越怎么讲 就是说 那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规模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尖锐 会越来越尖锐 但是我认为离开战争是很远的 因为双方都有盘算 极星级都讲得很清楚 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不能打仗的 你们这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不能打仗 你们打仗 然后把这个地球摧毁了 所以今天讲得很清楚 当然美国晓不晓得 当然晓得 中国大陆知道也是知道 所以双方是一定要斗 因为是为了要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一定要斗 但是这个斗争是有节制的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会发生冲突 当然在台湾很多支持台独人就认为说 美国跟中共迟早会冲突 那中国大陆我们就等着它被修理 我认为这想太多了 美国大概也不会这么笨 你把中国大陆修理了 它就真的让你修理吗 它就不会反击吗 这个不要讲打核子武器 打传统性的武器 光是发射飞弹 双方就要死多少人 阿富汗说死了两千多人 所以美军现在要走了 美国跟中共如果开战的话 再离开大陆不是很远 海上这样大家在空中在打仗的话 一天可能就要死两千人 不要讲说二十年下来死两千人 所以这个还好就是说 我身后这样一个斗争会持续 要持续到多久呢 真的看不出来 但美国来讲呢 我就要把你斗垮为止 就像我把苏联斗垮一样 但是不晓得苏联垮是垮在经济 那中国这方面 它的经济是会弱 但是不会垮的 对 但是看起来 刚才预办委员的评论是 还不至于到真正 像有的人是说什么 战事可能就一触即发 小心擦枪走火啊 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了 你刚刚是这样看 但是话说回来 美国自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现在看起来这个眼光都摆在这里 非常专注在这一块 所以现在针对东盟国家 很使力 可是你看在此同时 不要说是这边有在大规模的军演 还有这个军演呢 来看看中俄联合军演 还有个代号是西部联合2021 这可是头一招 是中国大陆邀请俄罗斯军队 进入到内陆的腹地宁夏 来进行演习哦 这个你说要怎么样去解读呢 有的人就说 这是不是展现出 中俄的互信的一种 所谓的新高度呢 解放军还有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歼20首次参与 这种国际联合演习啊 就有韩国媒体还说 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是要演给美国看的 这该怎么样来解读呢 谢大使 这个演习规模相当大 当然就是说直接的这个目的是 针对阿富汗的情势 可是这一次的演习 是俄军大部分的部队 大部队进入中国的境内 在这个宁夏的这个 青铜峡军事基地 一万人以上 然后呢 双方这个先进的武器都出来了 而且是协同作战 而且大陆听说大陆的武器啊 也开放给恶军来使用 所以他们方是这个 进行联合演练 所以一开始是这个双方的部队啊 正式进行分裂式 军容很大 不过就是说这个和 这个军事演习 我想也不是一朝一夕 因为大陆跟俄罗斯在做 这个军事演习 这个不是第一次 可是这个规模进入到中国的 这个大陆的这个西部的这个 靠近俄罗斯边境 比较近的整个西部的这个 军事基地里面 做这么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而且这里面 它基本上是属于空军跟陆军的 因为这是内陆的作战 所以它的这个目标 可以很清楚来 它就是控制好阿富汗 可是阿富汗的情势 除了阿富汗情势以外 那就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如果说俄国跟大陆 采取军事共同行动的话 那必定要称霸这一块地方 也就是说你整个中亚这个地方 甚至一直到伊朗 因为伊朗这几年跟大陆 跟俄罗斯走得也很近 那么再下去就接触到土耳其了 所以这一块从这个 中国的大陆的新疆开始 一直到过去俄罗斯这个中亚的五国 然后再把阿富汗再把伊朗拉进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军事行动 会把这个整个这个西方的势力 完全押挤出来那个地方 因为美国在这个苏联瓦解的时候 一直曾经想要进军 要在涉足中亚这块地方 因为中亚的话对俄罗斯的影响 对俄国可以直接造成危险 对中国的西半部的这个江山影响也很大 那可是这个局面如果说中俄联手的话 那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甚至安定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演练 这个演习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讲说中俄 虽非盟国但是形同盟国 因为他虽然没有正式签一个条约 说我们两个军事攻守同盟 可是在军事方面的协作 越来越密切 最近俄罗斯在这个南迁岛群岛 就是跟这个日本有这个领土纠纷的 这个日本称的北方四岛 这个地方开始要开发 那听说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些 相关厂商也一起进入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在关键的领土利益上面 有越来越走得越近 而且前一阵子赵立坚也讲了 他说这个因为过去我看了一下历史 中国大陆曾经站在日本的这边 认为日本应该要收复所谓他的北方四岛 那么可是这次赵立坚他讲话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尊重二次大战 胜利一方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在这个 日本的北方四岛上已经采取了立场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帮助 而俄罗斯在这个北方四岛上面 也越来越强硬 如果中国大陆在支援这个 那么俄罗斯在南千岛青岛的 主权主张的话 那么俄罗斯回过头来 对大陆的很多领土的主张 你也可以 你也不要意外 将来会有很多这个共同立场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世界大的格局来看的话 三大核子大国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如果说美国跟俄罗斯 美国是站在 美国这个只是他单独一个 单挑俄罗斯加中国的话 那已经不占 已经知道谁胜谁负了 所以这个格局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后冷战时期 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发展 那军事结盟是 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是国与国关系最高层级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青铜峡 西这个宁夏的这个 这个军事 这个联合军演 我觉得对于整个国际局势 将来的走势 它可能是一个新的拐点 是好来我先谢谢线上的朋友 我们现在一万以上了 但是我们继续有努力的冲 好不好 另外呢如果大家还觉得 今天这个课上的很充实 觉得很赞 那记得要按赞好吗 不要忘记哦 另外在刚才因为提到 这个中俄共同的合作 在军事方面共同的来演习 那么而且这个地点呢 还是在宁夏内陆 中国大陆的内陆 在这边进行演习 那么呢问题是 讲到中国跟俄罗斯 这样共同的合作 这个谁啊 你说韩国媒体说 这个就是做给美国看 那美国看在眼里 心里面也很不是滋味吧 因为我请教一下蓝老师 当然您可以补充一下 刚刚介大使的意见评论之外呢 那我们知道 光是看到中俄两国共同的合作 其实呢 这个布林肯呢 他又有讲话了 他怎么讲 他甚至说 现在因为你知道 美国参议院 他们要这个 可能就要让这个1.2兆的 这个投资 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 要让他过嘛 结果呢 大家都说 拼国内的基础建设 那就是要拼美国的 应该说是一个内政 但是没有想到呢 其实他还是有所谓的 外交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因为呢 他自己讲的 是布林肯讲 布林肯讲说 中国跟俄罗斯啊 他们都会在公开 或者是在私下的场合 不断的说 我们美国现在是衰弱了 所以我们要做给他们看 所以意思就是说 现在1.2兆 要那个基础建设呢 是造桥铺路 加高速网路啊 等等 电动车等等 这些的发展 其实是要做给 中国跟俄罗斯 给他们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美国不弱吗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呢 OK这个美国还不错啦 就是至少还愿意编出1.2兆 这个国内的基础建设 但是问题就是说 然后在美国的国内的交通的建设 它基本上并不是说 从落后到发达 它事实上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它本身的经济效益 例如说我缩短两边的时间 的这个功能没那么强大 因为它并不是盖高速公路 不是盖高铁 也就是它并不是说 我今天从东岸西岸 我盖一个500公里的高铁 然后我把我东岸跟西岸的 这个来往的货物跟人流的 这个时间缩短 因为它大量的是透过空运 可是你知道空运它就是贵 那因此地面上的货物的流通 它要通过路运 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高速铁 高铁 但是它的时间就很重要了 那中国大陆因为它是高铁网 在全世界是密度最高的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货物的流通 跟人员的流通 它的经济效益很大 美国的1.2兆这个部分里面 看起来是做不到这个程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施工的速度 你从招标到施工到完工 这个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何日 我想在美国住过的 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美国人做工程的速度有多快 这一点大家也可以获得一些见证 就可以知道这1.2兆投下去 如果在中国大陆可能 例如说2.3年或5年就完成了 那在我们台湾来讲20年吧 那美国可能10年15年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只知道说 反正就是不会很快 但是重点就在于 为什么刚刚 文吉刚刚是用地缘政治的概念 麦津德的概念来谈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 是因为美国它这一次 是把这个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拉到这个亚洲来 拉到中国大陆这边来 例如说它把英国 把这个法国 德国 还有荷兰都拉过来 那中国大陆这一次邀请俄罗斯 以大部队的 而且是以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以私卫建制单位 那就是集团军的作战 大规模的陆军的 大陆地的作战 这样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次演练的就是空地一体战 那这样的一个有什么功能呢 各位你想想看 就是说美 在我们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里面 因为我在法国 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 我们把美国不会看 我们一般讲美洲大陆 但是在我们的眼光中 它是一个岛国 它是一个岛 就好像说这个日本 英国或者是台湾 美国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岛而已 因为它旁边都是海 那因此呢 这个欧亚大陆这一块到非洲 欧亚非大陆这一块 那刚刚文吉讲的新章地带 就是在乌拉山这个地方 中俄之间拉起来的时候 它往东延伸 就已经到底了嘛 往西就到整个欧洲的大陆 那就到法国到西班牙 这块大陆块 那两个陆权大国 两个一旦结盟 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体这么强大 两个一旦结盟的话 它往外把整个欧亚大陆 建立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范围 不是不可能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你要支援作战 你要跨海 不管你从东或是西 你这个跨海的作战的风险就很高 而且兵力的投资能量也很有限 因为你要透过空运的运量 或是海上的运量 你的兵力能运送多少 再加上人口的结构 也不过三亿人 那中国大陆是有14亿人口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会产生我们讲的这个力量结构上的改变 那大陆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提醒欧盟 或是提醒北约的国家 还是守在你欧洲 你没有必要跑到亚洲来 你跑到亚洲来 那你很难说 中国就不会进入欧洲 也就是你到我这边来 我就会跟俄国进入欧洲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都在做力量的较量 也在透过演习的时候释放很多的讯息 让对方知道 因为这个比奖有用嘛 我做一些动作你就可以 而且我展示我的军力 所以他为什么会 这一次全部展示的都是新兵器 所以你看他就告诉你说 我的歼20已经成军了 然后我的各类型的 这个空地一体战的这个直升机 例如说这个运载的各种直升机 跟通用型的直升机 都已经开始成军 而且是大批量的一个作战方式 这个会给欧洲的很多国家 他们会去思考 说有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这样走 那一旦他不跟着美国这样走 美国要拉的这个力道 就会减弱 他也要拉拢欧盟其他的国家 他就会减弱 因为欧盟不见得要给他拉 那欧盟如果有些国家给他拉 有些不给他拉的话 欧盟可能就会产生裂解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个是全世界都在拉扯这个力量 那怎么样找到一个均衡点 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磨 当然美国是要拉欧盟国家 当他的盟友 可是还有包括亚洲的国家 包括日本 日本 那日本他们现在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看到了一张图 其实在这边有点点小 不过我们主要PO的这张图 是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 在南海这边挺热闹的 美国有动作嘛 然后大陆解放军在这边也有军演 不过呢就在此时大陆智库 他发布了一个卫星照片在这里 然后就说呢拍到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招募及护卫舰 穿越南海争议的岛礁 那么解放军还没有表示 日本是不是有进入十二海里的红线 可是呢却拍到这样一个图 也就是说呢其实日本好像就这样子通过了 但是通过了呢好像又要显得低调 那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解读呢 这个敏感的时刻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请教一下郁方委員 你的观察是什么 日本其实心里是很纠结的 纠结 日本的一方面他对中国 以往都是藐视 很看不起 一直到这个所谓的二次大战 就是日本攻打中国打不下来 他这对中国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 当然接着是韩战 韩战就是说美国出动过大军 跟中国大陆 其实主要是中国大陆 打了一场狠狠的战争 基本上双方 中国大陆死亡人数多很多 可基本上是大家是僵持住了 所以谁也没有逃到便宜这样子 那对日本这个冲击其实是很大 我一个老师 那个时候在日本当 佛布莱特的访问教授 日本对韩战的那种看法就是觉得说 让他们觉得说美国这么强大 把我们打这么惨 可是竟然在韩国战场上 中国大陆可以打成平手 让他们影响很深 可是日本一直觉得他还是最强大 除了美国以外 他是看不起中国大陆 但是没有想到中国大陆 这几年 经济的发展如此之快 他本来是美国下来的第二个经济强权 突然间就被中国大陆抛到后头去 而且越抛越远 这个让日本对中国大陆 感觉是非常复杂 尤其中国大陆 就是这个核子的大国 然后武器的发展进步这样子的快 所以日本现在对中国大陆 一方面是很多的疑虑 也有恐惧 因为有钓鱼台的问题 中国大陆不管你 他的海经船就在那边闹这样子 然后还有羡慕 还有嫉妒 仇视等等这样子 所以美国现在带头去斗争中国大陆 对日本他们有一批的人 就是解读这就是个机会 如果要在东亚这个地方 要扳倒中国大陆 是 重振日本这样的雄风的话 就要利用这次美国去结合北约国家 然后结合澳洲 日本 来对付中国大陆 这个对他日本来是个很好的时机 可是绝大多数日本的学者也好 包括官员也好 他们还是觉得处理对中国大陆的关系 要非常谨慎 小心 第一个其实二次大战结束 日本是很长的时间是在反战 一直到现在反战的人数 还是多以所谓的支持日本 要扩张军武的这样的人数 因为毕竟日本是维持个原子弹 这样一个国家 使得这么多人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 不断的扩大 日本所有最大的商社 那个公司 基本上都在中国大陆 大概都有设有据点 或设有工厂这些等等 或者是它的东西 要从日本卖到中国大陆去 汽车这些什么 所以他们日本现在 就是多数还是有点无奈 当然有人看到机会 利用这个时候压制中国大陆 但也有一些无奈 就是说美国要拉着我这样子 南海绝对不是他要去 是美国说 德国 法国 英国都来了 你怎么可以不来呢 所以日本是有很多的无奈 因为我们最近也跟日本有学者 参加我们智库 国民党智库的视讯 你看他讲完就讲说 我说现在讲一讲 像日本好像就准备配合美国 如果一旦开战就要那个 有乖乖听话吗 他说其实在法律上 宪法法律上来讲 对日本要到本土以外的地方去作战 是有很多限制的 这是日本的学者 我不只听一个人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种态度 我物理认为 他基本上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他知道 战争如果一旦爆发 其实美国还比较远一点 你日本第一个 你就会受到极大的重创 那种二次大战之后 二次战争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死亡 你不死在东南 你就死在中国战场 或者就是在这个海上 跟美国作战死亡 所以日本每一个家庭都经验过 生理死别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所以战争对他来讲 是最好是能够避免的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 目前来讲 对中国大陆的讲法做法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 自我的这样的约束 并没有完全去配合美国这样子 只是说我讲一分钟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 跟俄罗斯去合作演习的问题 其实他们海上的演习 2012年就开始了 在波罗地海 在地中海那一带 他们都军舰都一起 进行演习 然后在亚洲这个地方 黄海 东海 他们都出现过 甚至南海军舰都一起出现过 只是这次到陆地上去 那中国大陆 任何国家 可能特别中国大陆 军队有一个大规模军队 开到你的国家里面去演习 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所以我看得出 中国大陆某种程度来讲 是有点无奈 因为美国压力太大了 所以它有点要拉拢中国大陆 拉拢俄罗斯 所以你会拉拢北约 我要拉拢日本 我难道就不会拉拢俄罗斯吗 我看是有点这样的做法 不过最终我还是要讲 这个跟以前冷战的脸不太一样 冷战期间 双方在经贸上几乎没有交流 现在中国大陆 每一年从美国赚这么多的钱 美国有这么多 其实在中国大陆赚了很多钱 所以双方是有共同利益之所在 所以战争的可能性 我依然认为 目前来讲不是那么大